王诗玲尽兆,小胖妞终于受了和李湘很像,网友,简直没分了。 大家都知道,在国内最早的一档亲自旅游类的综艺节目是从韩国演进来的,而在中国放映的第一天就有很多的观众表示了对节目的喜爱。 目前这档节目在国内也播放了好几季了,也来了不少的明星和可爱的小孩子,但是,第一季总是让人无法忘怀的。 就像是王诗玲,他就是参加了第一季的小孩子之一,即使过了很久还是会被大众提起来。 当时他在节目中的表示并不是很完美,还是有被宠坏的小孩子的一些坏习惯,不过他那呆呆可爱的样子还是有不少网友喜欢的。 然而,在参加节目之后,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却经常被网友们用一些不好听的语言攻击。 他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,母亲曾经是一个未始的著名的主持人,父亲家庭富足而且也是一个导演,并且他们只有他这一个孩子,所以他衣食无忧,甚至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 不过,这两个人似乎有点太过于宠爱孩子了。 当初在节目之中就可以看出来父亲对他很是宠溺,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什么,就像满足他的所以需求。 在他的母亲发的日常的生活照片也能看出来,这个小女孩胃口很好并且食量很大。 据说,他们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就达到了十多万。 因此,当初还只是婴儿肥的可爱的小孩子变成了体重超标的小胖妞,而网友的口风也转变了起来。 或许是媒体的报道,他又变成了爱炫富的小孩子,不仅学费很高,身边的一些配饰就能价值上万,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活得也好像是一个爱炫耀的富婆。 网友指责,这样的小孩子以后一定不会很好的。 还有一些恶毒的言语,像是,胖死吧,他们一家都特别胖,但是还有一些喜欢这个小孩子的就很担心,别再胖下去了,对身体不好。 最近,这个小孩子就成功地瘦了很多。 他的母亲发了一些他正在插画的照片。 照片中的他精心地对待花枝,也很明显地能看出来他瘦了,而且头上的一朵玫瑰花更加衬得他可爱迷人。 瘦下来后和妈妈很像。 网友们就开始纷纷地赞美他,说他越来越漂亮了,简直没分了,还有夸他很厉害,心灵手巧的,还有一些老妈妈似的,可千万不要胖回去了啊。 一身衣服,目测也就一百多块也不炫富了。 不得不说,网友们也真的是很操心了。 但是还有人说,他们家终于不炫富了。 这样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。 其实,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来说,物质上的富足比不过精神上的快乐,一张简单的生活照射过了众多的银牌包包啊。